試問我們中華民國開國以來 或是在台灣有法院跟檢察署以來 有哪一個司法院法務部或中央級民意代表 立法院的委員們 在深夜 在夜間 親自到司法基層來了解 不是簡單的聽聽簡報 看一些本世太平的狀況 而是距今會神專注的觀察 哪邊有疏漏存在 實際的情況為何 我們國家需要這樣的委員 所以我們也搞不懂 為什麼有人要罷名這樣的委員 我們不需要一個委員的紅白包 那個意義不大 我們不需要委員的一個晚聯 我們希望委員將時間專注用在體察民意 用在他的立法專業上 你們說是不是 我們再給國昌老師一個掌聲 謝謝